我太难了 泡满 昨天晚上下了雪啊 冲雪啊 今天刮大风 把我一坐出来放出来了 哎呀 一万什么都可别 这风多大 太冷了 牛都受不了了 看着风 今天是阴天刮大风 哎呀我去 太难了 跑嘛 今天出来就后悔了 没办法也就出来了 现在在给牛液水当中 然后呢一会咱就回家啊 一碗水就回家了 太冷了 今天晚上下的雪了 走了很长时间踩到河水的地方了 所以牛找到内风的地方去清洗了 太冷了 突然水赶紧走 他呢今天这风呢冰面这雪都滑了 啊 都给我老身的 听不听的啊 你们谁要在拱着格子上 看我回去受不住你啊 老身的 一个喝一个 拱什么玩意在这儿呢啊 啊 老实 说你那没听见的啊 有秩序的啊 哎 不许可 喝完干净我找 欠打了我发现你们是不是 快快喝嘴啊 你们见过跪着喝水你们 这是我家最便的两个人 哎 我怎么会打你的是不是 过去 喝点水容易吗 被你滚来滚去的 再给我跪一个 哎 又跪了啊 他不是喝怕 不是喝不着啊 他害怕怕滑下去 所以说跪着喝水啊 朋友们 对面的就是漂亮的 他这边是 跪的还是什么 担心一下跪的 他不对都走到了 什么两个人看着呢 赖也要比较不着 你让我慢慢喝了 不着急 我等你了啊 太没喝完呢 喝完了 太喝完了 好了 你俩去吧 找妈去吧 找妈吃点去吧 赶了好几会 终于把牛赶到这了 这块真好啊 旁边 有素 有炒 还有坑 既能防寒 咱又能挡风啊 在这吃点干草 吃点树子 吃点树叶 再放一会儿就该回家了 两点半三点左右 就得回家 刚才有个牛啊 落胆了 所有牛群都去喝水 它没去 然后等着这些牛回去的时候 它突然意识到牛群没了 然后它自己去喝水了 因为喝水路上比较远 得走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 然后它自己去了 咱们在这等着一会儿啊 等它回来咱就归弄归弄牛 就往家出发了啊 朋友们 回家了朋友们 上牛啊 往家走了 太冷了 收拾着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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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